我最爱的就是他 我最近在杂志上还是看见 那个理查德波顿拍那个埃及艳后的时候 对这个什么伊丽莎白泰勒 那可真是真心 当然真心再说一点俗 不惜写本 现在拿出来拍卖行 拿出来拍卖的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些珠宝首饰 哎呦就是 这理查德波顿当年就为了 当然他不是说钱 但是他为了这个表达他的感情 把全世界最贵的珠宝 只要他能买得起的 就买给这个伊丽莎白泰勒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但是这两个人的冲突 又是那么样的没法在一块过 你说这种关系 真是我觉得这也是 你比如说英国著名写信的作家 就是Lawrence 就说他在生活当中也是和他太太 就是冤家 不是冤家不计头 就永远是打得死去活来 然后过一个小时就邻居都觉得 他们下一步就要互相杀掉了 然后第二过一个小时 两个人手挽手 在名音大道上昂然的散步 亲密极了 过两天就这样 他这种就是他梦里边有一个东西 他们就说三百年前 我们是一家 但是呢 好像都散不了 就这样 也有的最后是疲倦了 就是我觉得这种关系 你说说你跟你那个前妻 不是现妻 那每一次离又是为了什么呢 离的时候当然 你前面离过一次以后 然后你不甘心 又合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他还是那个老毛病 两人之间还是老毛病 而且我们两个性格都是叔叔 又都是 都是处女座 性格特别近 两个火爆的 这为了一个问题 为了一个问题 或者为了一句话 有这些东西都会这么死去活来 就是有客人在旁边都会这样 所以讲 越是很寂静 就像坐那个过上车一样的 一高一矮的 经常是这样 我觉得反而这样好 你是不是觉得过瘾 过瘾 冲击 冲击 对 你没有这个体肤吗 谁都有 其实这样的生活呢 反而丰富 因为他在提醒你 我也在提醒他 如果我们俩都不想进步的话 什么的那个就没有冲突了 一个家庭一定要有冲突 才这个家庭才会见得好 你说这个事 这还真是没办法 就说这个找老婆 或者找老公这事吧 还真的不是选雷锋 没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对不起一个人 对吗 你像我们朋友圈里 就发现这个规律 就死掐的 反而最后成了 为什么 就是按说说 这个人贤妻良母 对你只有奉献 那就你挑不出一点不好 他就是 可是为什么就没劲呢 对 对吧 刚才画那成绩单上 找一个人才 ABCD全打勾 打了一堆对勾 全是对的 全是对最后等于错 对 就是他没有一个人 就跟一个人长得 完全没有毛病 就不可爱一样 对对对 你发现 而且吧 你在出了这个国家 你有时候还发现 这个根深蒂固 这个民族的感情方式 是多么深远 他们就有人举说 在这个美国唐人街 就是同时去的 这是真事啊 一对广东夫妻结婚 一对是台湾夫妻结婚 台湾夫妻呢 要学西洋人的摩登 都是白纱 教堂 婚礼 非常的刀叉 什么最后宣誓 永不 永生不散 对吧 这是一对 广东人呢 大闹堂会 什么吃的 就是大家大碗吃的 然后闹了一塌糊 闹洞 然后过了几几天 就开始打 就广东人就 哎 整天发回刷门 两个人 疲劳散发什么 上门 然后那两个人 相近独宾 两个白领 都公司的什么 各自都 你没听他们吵过架 后来说 我这朋友说 十年以后 那台湾那个离了 这两个还在打 又越打 越逆生 俩孩子 过得好着呢 而且会一直打到死 还在一块 哎呦 有时候我觉得 有赦心的人 也会觉得浪费生命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对上了 对上了呢 大量的 一想想一生中呢 大量的时间 浪费在 也不能说浪费 他们可能过瘾 就这个死掐 我见过很多都这样的 好像这种人呢 往往都是生命能量 比较强的人 就是他这两个人呢 就得这么打 就得这么打 要收 但是呢 也不见得一概而论 也有的情况啊 打呀打呀打呀 人的能量啊 是有限的 消耗了 最后疲倦了 最后就是累了 你知道到了一种 就是跟你多说一句话 我都累 也会有这么一种不成的 就是 但是呢 我有时候觉得 你不能不想一些 冥冥之中啊 就这事上看出来 有些人两个人呢 可能就是上天 有某种安排 他们两个 哪怕是悲剧 就不成了 你就看出吧 对方是自己心里 永远的上口 没错 就他这一辈子 就永远就较着劲 甚至到老头老太太 他可以放过一切男人女人 他不放过这个人 对 你说这种 感情啊 对 其实我差不多 应该是这样 你就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的太太是这样 摘起的时候 刚刚结束的时候 她很年轻嘛 那是自己也年轻 实际上我觉得 还是要与世俱进 那个人的年龄都在增长 男的也在增长 女的也在增长 当然他的姿色 肯定是没有 现在的小年轻或者中学生 那么好 当然了 他最重要之介 刚才你讲的有意 这个他很懂事 当你困难的时候 老婆是离了婚 他会借钱给你 所以你就 不管是离了 所以我跟我前面的妻子 都是这样 只要你愿意跟我吃饭 我都会去见人 我现在的头发 还是我日本老婆在见她 天哪 你会老婆都有用 证明她是有意义的 你要看到一个女的身上 有意义 首先你心里要有意义 一定表达她 对 你看我在日本 能待下来 能拿到永住 我干的是色情行业 对吧 为什么能拿到永住 那当然是我日本老婆 给的我了 对 我也不是假结婚还是小孩 但前面是为了签证 跟她结婚的 那没想到后来有小孩了 他三个条件 那要去什么留学啊 要工作啊 不省小孩 我都大概就会有小孩了 所以说 他有意帮我生了小孩 一直帮小孩带得很好 而且是在日本做的小童心 上节目 都是他在做 那我就应该怎么做呢 我该给他的生活费 一定要给他 对 哪怕是我们离了婚 我还是朋友 我至少一个要见一次 一我要送钱 二我要剪头发 对吧 我这么多年 二十年来整整 只有一次为了做 凤凰威慑的 在香港做的时候 在香港剪那只头发 其他的都是在他手下剪 这就是朋友 没有爱有情 你说 这个还不见得呀 还都是中国人 日本人 我那天看一篇文章啊 就讲这个萨特 这个法国那个著名哲学家 萨特 这个人呢 也很奇怪 他到最后人们发现呢 他死了之后 人们发现呢 他养着七八个女人 但是这七八个女人 跟他是什么关系 非常奇怪 首先萨特并不是性 他性很弯 他并不是性欲很强 很多女人迷恋的 就是说他的抚摸 就是摸摸就完了 他并不是要跟你干什么 可是呢 比如说有一对姐妹 好像是 甚至于就是说 萨特供养他们的生活 到最后就是一个星期啊 跟他们吃一顿午饭 到他们屋里来 就吃一顿午饭 那么他们就仰仗着萨特 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 人间的奇情啊 奇妙的关系啊 是你没法想象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有很多目的 每一次出发 都是新鸣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想法如此美妙 但也会转瞬即逝 如果每个人 都能跟上想法的速度 去探寻 去沟通 去交流 去体会 跟上想法的速度 出发吧 急速互联随我行 握散机 消炎止痛致溃痒 快腾三金牌 桂林西瓜霜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并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听小木的这个故事 扎老师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已经全想明白了 就是打来打去 比来比去 就是他了 最后找到了最后的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还在吵 我只要一起床 不吵你就觉得不对了吧 倒不是 我是也有烦的时候 也累的时候 所以我基本上不吭声 然后呢 他在讲什么 我尽量听 然后呢 还是就是 毕竟孩子的妈妈了 不像以前 如果他动手 我都不会动手的 对 所以因为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每天在家里 跟我不一样 我每天在外面 什么人都可以见 他很封闭的在里面 你应该去理解 他面对 他回来只面对一个小孩 小孩到右边 就是他一个人 要管账啊 什么东西要管 我是从来不管钱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 他讲 他一般都是为 用厨师的问题 什么问题 也都是工作上的东西 我们在讨论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他批评我 哎 我绝对应该接受 我会接受 不对的 我还绕着绕着跟他讲 不会像以前 叭的就过来了 但实在也是 太不革命的 也会叫的 其实理解 更难 比这个爱有的时候 而且你真的有一个 特别强的理解力以后 好像往往 就情意也就在其中了 我发现你理解这个人 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对他有一种 可能从同情开始 还是怎么 就你就会有一种感情 你就不会是 像你不理解的时候 我觉得年轻人 这都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很难 最开始你很难做到 你需要阅历 你需要自己摔跤 没错 被别人原谅 被别人包容 然后开始看到自己的 不行 你包括我们开始说这个 失恋33天 我问一份小女权呢 她开始是个很强的 觉得我都没错 你就要我反正一来就我有理 永远不能承认错误的 永远要人想 对 但是至少到最后 他还是找到这个 这一点 他还是有这个学习能力 就发现不行 你应该学会倾听 你应该倾听 就是理解的开始 不要自私 对 不能自私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社会 我感觉我听到外边 不是我很近的朋友 但是说中国的社会 现在已经变成 就回到很早以前的一种模式去了 就是男人有几个钱 全部都是一种 在外面就是昏天黑地的一种 完全没有谈不上感情 对对对 就是这种酒肉生活 对 感情一点关系已经没有了 但是家里边他要求这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个是我觉得是 所以你看咱们的饭馆里 很少有带老婆